时空旅行能成为现实吗?如何实现? 人们想实现时空旅行,从技术上来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需要一部跑得非常非常快的机器 具体的说,速度需要接近三乘以108米每秒 这个速度能够使你在眨眼间绕着地球跑好几圈 三乘以108米每秒时光运动的速度 这几乎是宇宙的速度极限 有趣的是,当物体加速到接近光速,时间就会变慢 出于对这个现象的好奇,物理学家曾经设想 如果让双胞胎兄弟或姐妹中的一人乘上星际飞船坐太空遨游 而另一个则留在地球上生活,结果会是怎样? 那就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个也许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故事吧 假设贝斯和巴比是双胞胎,都是30岁 贝斯是一位宇航员,而巴比则是一个新闻记者 贝斯刚刚接到一项飞行任务,这可能会成为他一生的使命 乘坐宇宙飞船到宁静的一个恒星系统去考察 巴比会为他工作的报社全程报道这次宇宙旅行 目的地距离地球96万亿千米,大约时光年的距离 贝斯乘坐的宇宙飞船以光速的90%的速度并行 照此推算,从地球上出发到回到地球需要22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巴比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 而且头上长出了白发 但这段时间对于宇航员贝斯来说却是另外一番情景 当宇宙飞船以极快的速度穿梭于星际时 船舱内的钟表悄悄地放慢了脚步 并不是表没电了或是坏掉了 而是时间本身为飞船和飞船上的成员放慢了节奏 然而飞行员们自己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变化 对于他们来说,一分钟仍然是一分钟 并没有多出一秒钟 但在贝斯出发之后 飞船上的时间和地球上的相差越来越多了 成功完成任务之后 宇航员们返回了地球 当飞船进入太阳系时 船舱里的电子钟显示 这次太空旅行花了十年时间 当飞船途经冥王星时 贝斯刚好庆祝自己40岁的生日 贝斯和巴比都知道 这种时间变慢的效应会发生 但当两姐妹重逢时 她们仍然很震惊 贝斯是一位40岁的中年女子 而巴比也是52岁的妇人了 两姐妹不再像是双胞胎了 巴比如今已不再年轻 她把这次太空旅行 看作是年轻时的回忆 而贝斯则有些茫然 22年过去了 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她来说 相当于经过了十年的长途旅行 来到了12年后的未来 这种时空旅行的创意灵感 来自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 狭义相对论 该理论描述了运动 给时间距离和质量带来的影响 更接近光速的旅行 将把宇航员们送到更遥远的未来 比如说一个世纪之后 虽然我们现在仍不能制造出 可以如此高速运行的飞行器 但我们仍然能从相对低速的运动物体身上 观察到这种效应 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 她预言 随着引力的增加 时间也会变慢 依据这个预言 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宇宙中具有极大引力场的天体结构 比如黑洞帮助年迈的老人重返童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